這也是草屯鎮歷人路158項 由於路邊勃砍歸裂 危害到過路人的安全 議員檢警嫌會同縣長林明珍前往會堪 希望改善此問題 給居民一個安全的道路環境 這個旁邊的鞋子 這個鞋子一直要崩潰 所以今天我們的議員 建議說是不是可以做按摩托 放起來比較健康 今天來會堪 這個比較實力有必要 如果這個不小心來做新的 這個鞋子放下去 這條路就會斷 做成交通不方便 也有危險性 此路段是避風社區居民 經常經過的道路 由於道路連久失修 再加上受到風災影響 撥坎出現歸類的現象 再加上第一起稻坐又要開始播種 居民都害怕到此稻田含水量提高 會影響到入境問題 民國48年 中央是只有醫生頭 沒有白天下空 已經四、五、十年了 中央的風災 落後 電視已經頭空下了 這就是一期的 要再爆產 水喝下去 軟下去 就已經會崩潰 真的很危險地 此問題已困擾地方 相當多年的時間 醫院檢禁審 也期盼群的單位 能夠緊述辦理 以提供更好的大陸品質 給社區居民 以前是舊樓都用舊頭巾 所以說 下線很順 已經造成 整個路 已經很難通行 提出八十幾萬 來的時候 答應 最要緊的 我們行的安全 要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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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良好的道路環境 是幸福的責任 而現在還有許多道路 都等待修繕 也希望全員的單位 都能夠多加重視